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iz 今天要讲的话题是 丢掉一千样东西以后 改变我最多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做几件以后 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时间多了 第二个空间多了 空间就是房子可以住的小一点 但是空间更多了 第三个就是我能更爱自己 更享受生活了 所以我会用很简单的方式讲这个video 下一个就是我觉得 我变得更自由了 觉得好像被解放的感觉 以前觉得我是堆在一堆的物品之中 然后被很多东西绑着 甚至去旅游的话 可能都会觉得说 因为这些东西很多 然后要付的房租很贵 所以呢我都要就是找一些更小 就是每去旅游都想在 我这边编画旅游前 家里还要付那么贵的房租 那地方变小了以后 就房租可以省很多很多 然后那边去旅游的话 我就觉得很自由 如果想去哪里的话 在金钱上呢 感觉也就压力已经不大了 所以我可以做YouTube 做自己喜欢YouTube 可是不需要去接什么广告 去接什么 自己没有用过的产品 然后给人家代言 我觉得这样我就蛮好 就上面跟大家聊一聊就好了 下一个呢 最大改变就是 我不再跟人家比较了 我不会跟人家 觉得人家有一个什么牌子 什么东西 我就要买啊 或者觉得他穿的特别fashion 我就要跟啊 或者他有最新款的手机啊 我也得有啊 已经没有了 我这有笔记 所以我回玩一下看 那下一个也就是 不会在意别人的目光了 我觉得做经验以后 我更 就是I don't care 你要怎么想的话 你就想吧 我过自己的生活 我过得很潇洒 我这种喜悦 你是感觉不到的 不是用物质 不是说我身上 背一个什么包包 开一个什么车子 然后我就可以喜悦 我这个喜悦 是心里满足的喜悦 所以我现在 不会在意别人目光 也不会害怕别人目光了 那下一个呢 我觉得我人际关系 就改变了很多 我人际关系 就是好的朋友 留在身边 我们关系变更好了 断舍离条那些关系呢 就是之前老是 让我不开心啊 觉得不对的关系 都被我断舍离掉了以后呢 我觉得我生活更开心了 所以关系变更简单了 然后脑袋呢 变更清晰了 就是想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更快 而且更logical 来想问题了 以前的话 有的时候就觉得烦啊烦 而且就觉得脾气比较暴躁 因为东西很多啊 然后有时在家里待 都待不住 那我现在更学会的 就是更学会读住了 就是 我更学会怎么独立的 面对自我 就更学会 享受自己的独处了 然后 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比较积极 比较主动 以前有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说 想要自我提升啊 怎么样 就很多时候 一没有什么事 就想 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 让生活更好一点 更刺激一点 可是现在呢 我会比较注重自己的 个人成长上面 你们看我的video上面 也说 会跟你们聊一些 自我成长的话题 然后还有就是 我现在可以早起了 之前经常睡懒觉的 然后就算早起 要回来去睡回笼觉 可是现在可以早睡早起了 那下一个呢 就是我专注力提升了 我可以非常认真的 就做什么事情 那也有可能是我用了一个app 就叫iTomato 就是西红柿工作法 25分钟来做什么事 然后休息五分钟那样子 所以我知道 这25分钟我应该做什么 然后专注的做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极简和 我的这个工作法都有关系 所以我现在很专注的 做每一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更real 就更真实了 对环保也更有概念了 用任何塑料的东西 我就会想 我是不是又给这个地球 增加了一些负担 然后我觉得就更实在吧 没有什么那种 没有想买奢侈品 没有想要炫耀自己 所以就觉得我可以很真实 很朴实的 就从天空回到地面的生活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我真的觉得这种 以前有点是办在 搅不着地 然后人是有点昏昏沉沉的 可是现在的话就觉得 我现在是脚踏实地的在过生活 然后欲望就更少了 没有说我一定要 比如说做这个YouTube 我没有想说我一定要 挣多少钱 一定要怎么样 我就是单纯的想分享 我的喜悦给大家 然后单纯的就是 在大家的支持上面 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做下极简 然后把我喜悦分成给大家 然后我现在更能活在单下吧 就是更 enjoying myself一点 那下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更 更会更能懂得去感谢生活 给我带来的一切 我更能感谢就是 我拥有的东西 然后我有了感受幸福的这个能力 这是我做极简以来呢 我讲了可能 我估计是20件还是30件 应该是有25件到30件 对我最大的改变的事情吧 然后也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好 那今天这个想想分享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又要谈一下片文小福利 这是我现在要吃的 不自己煮的 这个是馄饨 是我在谈音阶买包好的 然后呢这个摊是Miso Suu 就是日本人的味噌汤是什么 对 是我买了这个Miso的一个高 过来自己做的 然后新鲜的西红柿 青菜 然后这个小小的一片一片呢 就是海带 然后还有一个白菜 对 因为我每天尽量让自己多吃青菜 但是又懒的呢分别找 所以在做这些汤里面 我会放很多青菜 这样一个汤就可以够我吃吧 够我吃所有青菜 好 那我吃完这个待会再跟你们聊 拜拜 这是日本茶 然后这个是汤娘师 一点点 非常好吃 这个小狐狸 这个是小狐狸的皮 和沙拉 我叫的时候以为是那种绿色的沙拉 然后翻译着沙拉 然后这个是辣椒的 然后这个是辣椒的 然后这个是 带我再给你们拍下一个菜啰 然后这个是上来的 酥子 这个是驴子的 这个是 是不是叫秋刀鱼还是刀鱼 也就是那种尖尖的 白鱼 然后这个是叶鱼 然后这个是叶鱼 叶鱼是 不知道怎么说 好像是那个 鰻鱼 然后这个是蟹肉 OK 开始 这是 这个是牛肉 肉 肉 然后他们在唱我最喜欢的 这个 管理棒的 用完小福利 今天在Hon Depot 关节给你们看看 这里的墙 有这么多 这么多颜色可以选 然后这里剪的就是 如果你们要专绣的话 可能就是专绣天堂 我带你们看它 地板的地方 有几个材料 这个是Hardwood 就是真实的木头 所有的颜色 然后这个是Lamon Edge And the one I really want 是Vinyl 你们看一下哪一个材料是最好的 这个如果要专绣的话 这个是最好 不是死木 但是它是可以防水 然后 然后 10年以后 用起来还是很好的 至少我一个朋友 是这样子的 哦 我很喜欢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反正就是很亮的颜色 我不太喜欢暗暗的 就是我觉得整个房间 如果比较亮一点 会看起来比较大 然后 买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是 Waterproof 就是防水的 而不是Water Resistant Water Resistant 是防水 但是是最低级的防水 Waterproof就是完全防水 好 那我 不去灌了 所以我到处理 我还要做这些 我都很想想想想想 这个上去 估计 所以我到处理 我当处理 我到处理 我把手拿到处理 这是我家的手拿 这是我处理 汁 我要用处理 手拿 然后把手拿 为手拿 你用手拿 这个是我剪不掉的 做鸡剪衣服 以后我还是剪不掉的 我也不准备剪掉的 少好吃 那边的蛋糕 这个是我剪不掉的 我带来去看下面 这个是我看下面 好 先吃 好